普悠玛列车翻覆 16位台东县罹难者 昨天举行了联合公计 列车司机员邮政仲 在儿女的陪同下 伤心地向罹难者的家属下跪 但是家属没有怪他 还安慰他要好好的养伤 协助找出当天事故发生的真相 在儿女和律师陪同下 普悠玛列车司机员政仲 亲自到台东参加台东县 16位罹难者联合公计 员政仲申请哀伤 来到临堂前下跪气不成声 向罹难者致歉 更走向家属当面下跪致歉 死伤最惨重的董家 一次被夺走八条人命 但他们没有怪员政仲 董家大女儿更是扶起他 紧握手安慰 请他要好好养伤 你好好保证 好好保证 好吗 好吗 请我们一起找出真相 因为只有你 才能告诉我们那一天发生 罹难者家属要知道 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看到前来参加公计的 行政院长赖清德 纷纷表示要真相 我也跟他们报告 政府会痛定是痛 来进行改革 不管是台阶的改革 普悠玛的改革 这个我们都会来进行 家属也向赖清德请求 这次普悠玛犯车事故调查 不能只做表面 要让社会大众清楚了解 每个环节 并要求台铁彻底改变 给社会大众一个安心 搭乘的大众运输工具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